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部由奥尔奥利保罗导演的悬疑惊悚片《海市蜃楼》 全程反转的剧情让人措手不及,叹为观止 这部《海市蜃楼》相信你们也会喜欢 故事开始于1989年11月9号这一天 电视里正在播报着几十年难得一见的雷暴天气 以及东柏林居民可以凭借身份证自由进入西柏林的历史性事件 然而屋子的主人尼克并没有关注这些 他是个酷爱弹吉他的小男孩 这时正摆弄着摄像机录下自己练吉他时的影像 忽然邻居安赫尔夫妇家里传来一阵异想 这让尼克很是担忧 他扔下手中的事情跑到了安赫尔家中查看 却目击凶暗现场 看到了身亡的魏斯太太 安赫尔拿着凶器从楼下走来追赶尼克 尼克连忙逃至外面 慌乱中撞到一辆汽车 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多年后 一对新的家庭搬到尼克的住所 他们是贝拉 以及她漂亮的女儿丽亚 和看似深爱着她的丈夫戴维 夫妇两人拥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便是住在附近的航空飞行员奥托 这一天 无外是罕见的雷暴天气 奥托与其母亲克拉拉来到贝拉家中就餐 贝拉说 自己在储物室里找到了一个摄影机 一台就电视和一些磁带 里面记录着一个谈及他的小男孩 奥托说 他是自己儿时的玩伴尼克 不过已经身亡 戴维说 那台旧电视活了 居然播报了1989年的新闻 奥托不但相信 便将尼克的事情尽数告知 但这样的举动 惹来克拉拉的不快 在奥托走后 戴维从网上查看当年的案子 得知凶手安赫尔 已经在狱中自杀 当年 安赫尔企图将妻子的尸体 埋在自家屠宰场 但他还没有实施便被逮捕 深夜 当屋内所有人都睡下后 放置在储物室的旧电视 居然自己播报着当年的新闻 贝拉下床查看 在他准备关上电视时 同时 在1989年11月9号 尼克按下了摄影机的电源按钮 贝拉的电视里 出现了尼克的画面 他连忙检查摄影机 也按下了电源按钮 尼克那边的电视机中 出现了贝拉的画面 两个不在同一时空的人 通过电视看到了对方 尼克问道 你是谁 贝拉说 自己是25年后的人 并阻止尼克去安赫尔家中查看情况 不然会丧命 尼克不信任他 贝拉说 尼克的学校 明天会停电 停课一周 他便知真假 尼克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梦 彻夜难眠 这里为了方便理解 我能为大家做个划分 这里的贝拉 身处第一平行空间 而电视机前的小尼克 身处第二平行空间 时空从这里开始错位 机械表从最初开始转动 贝拉在医院醒来 周边的同事声称 他要为一个病人做开颅手术 可是他完全不记得有这一回事 而尼克次日前往学校时 被告知停电停课 验证了贝拉的说法 由于命运轨迹被改变 两个人的生活与命运 开始走向新的方向 或者说新的平行时空出现了 贝拉穿越到一个特殊的平行空间 不仅如此 她的女儿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同学老师以及戴维 都不记得有丽亚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戴维成了别人的丈夫 奥托与戴维 以及周边的人都不认识贝拉 她在别人的眼里像是一个精神病人 贝拉只能去警察局求助 莱拉探长接受了她的求助 但是警察局的出生记录里并没有丽亚 贝拉也不住在尼克的居所 戴维也没有和她结婚 贝拉所说的生活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中 探长莱拉带贝拉去做前诊检查 结果显示 她的大脑活动一切正常没有妄想症 医生还说 贝拉同样也是一个出色的医生 没毕业时已经加入了他们团队 甚至医院里还有独自的办公室 戴维是她的第一个病人 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位小女孩加西亚 由于加西亚手术不成功 没能挽救她的性命 贝拉一度陷入崩溃 可能是这个原因才导致 贝拉在想象中赋予加西亚新的生命 给戴维和加西亚编造了合理的身份 此时的窗外乌云密布 雷声大作 贝拉忽然明白了 这一堆外事的发生 很可能是因为雷暴的原因 她摆脱莱拉探长 驱车前去确定 尼克是死是活 可是尼克的居所已经溢住 摄像机与救电室也不知去向 贝拉不得已从网页上搜索有关尼克的讯息 然而跳出来的却是一本名叫 海市蜃楼的小说 尼克是小说的主人公 再无多余的线索 此时房屋的主人 发现有人闯入暴的井 雷电击到小区内的一根电网 室内灯火明灭不稳 贝拉趁机逃到奥托加的围墙里 这个时候 本应在监狱中自杀的安赫尔出现在她眼前 安赫尔的身后站着克拉拉 原来 贝拉救了25年前尼克一命的举动 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也改变了他人的生活轨迹 由于尼克没有进入案发现场 安赫尔便没有追逐尼克 自是不会在马路上被人揭发 他杀死了发妻魏斯 从屠宰场取来工具 开始切割后 用行李箱运走 埋到屠宰场地下仓库 这掩然耳目的行为 进行的相当顺利 但切割尸体的过程被潜入家中的尼克看到 尼克还在卧室床下 捡到着一个刻着MC字样的金表 MC是克拉拉姓名的简写 这说明克拉拉与安赫尔之间有奸情 可警察对尼克指责安赫尔杀人的行径 却无能为力 没有尸体 没有凶器 只有一个目击证人 无法定罪安赫尔 尼克因此被迫向杀人凶手道歉 归还金表 安赫尔也顺利地与克拉拉再婚 生活幸福美满 而尼克却为此淤淤寡欢 她总是坐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贝拉的再次出现 还告诉别人 在一个雷暴的夜晚 有一个来自未来的女人救了她一命 因此被别人认为有精神病 母亲玛丽亚一直守着尼克 她想知道尼克是不是撒谎 毕竟一个来自未来的女人 听起来是如此荒唐 于是 她找到了一个物理学教授诉说这件事 可教授却建议她 将尼克送入精神病院 接着 画面再次来到了贝拉这边 逃出后的贝拉藏到奥托车里 才躲开警察的追捕 她跟奥托叙述两人的过往 他们相识于一辆列车 两人总是面对面坐着 那一次 贝拉崴了脚 受到奥托的照顾 这才与奥托成为朋友 奥托将贝拉介绍给戴维 贝拉对戴维一见清新 才与戴维结婚 生下女儿丽亚 可这一切奥托却没有记忆 等到贝拉握住奥托的手 一股电流闪现 贝拉才确定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与自己的记忆有所混乱 贝拉对奥托说 魏斯是安赫尔的前妻 是安赫尔杀了她 这让奥托愤怒 他说 安赫尔连一只苍蝇都不敢杀 贝拉还想问尼克的线索 被拒绝 机场的屏幕上 放着采访海事圣楼作者的画面 作者说 自己的灵感来源于一个 有神经病患者的小男孩 这让贝拉深信自己脑海内的想法 是真切存在的 不是虚构的 恰巧 此时莱拉探长追踪而来 贝拉带着她去看那本小说 说自己并没有疯 两人一起去找作者 希望能获得关于尼克的线索 可作者说 自己并没有见到过尼克 而是她的母亲玛利亚 来找自己说了这个故事 玛利亚想搞清楚雷暴的出现 是否有可能造成空间扭曲 形成时空虫洞 从而能让人们在平行的时间里 通过电视机进行视频对话 然而 在整个故事里 作者从未见过尼克 反倒是玛利亚再自顾自说 毕竟 穿越25年的对话 太过匪夷所思 所以她认为 尼克可能并不存在 而是玛利亚虚构的 贝拉激动的 说故事是真的 因为她来了 雷暴也出现了 她想重新恢复虫洞链接 想找到自己的女儿 此时 剧烈雷暴结束还有72小时 她需要莱拉探长的帮助 莱拉探长说自己 需要令人幸福的东西 让别人相信故事的真实性 贝拉忽然想起 安赫尔将未死的尸体 藏在屠宰场的仓库下 警察根据指引 在那里找到了尸体 在安赫尔生日当天 莱拉探长逮捕了安赫尔 克拉拉 以及克拉拉的弟弟罗曼 可这些对贝拉来说 却于事无补 她依旧没有尼克的消息 也找不到酒店室和摄影机 莱拉给了她一个地址 说或许会有帮助 贝拉根据地址 找到的却是在外面偷情的戴维 她没有时间 于此指责戴维的背叛 于是用着偷情的秘密 威胁戴维 让她利用银行职位之变 调查尼克的信息 戴维查到了地址 贝拉赶到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女人等在那里 她便是尼克的母亲 玛利亚 玛利亚说 自己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但目的不是为了告诉贝拉尼克的行踪 而是为了恢复贝拉的记忆 窝念的书架上 摆着贝拉与探长莱拉亲密的照片 以及贝拉自己的巴音盒 在这个特殊的平行空间 原来 莱拉便是尼克 他们两人才是相爱的恋人 这一切恍如一场梦 让贝拉难以相信 莱拉处理完安赫尔的案件后 赶回家中 贝拉正在阳台上等她 当两人身体接触了刹那 贝拉的脑海里 渐渐浮现两人甜蜜的过往 在那辆列车上 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尼克 尼克在她脚崴时照顾她 因此她才与尼克相爱 然而尼克并不是恰巧出现了那辆列车上 她在被世人误会精神有问题时 被送入精神病院 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 尼克不再说有未来的女人救过自己一命 而是否认贝拉的存在 可是她的内心一直知道 贝拉不是虚构的 为此她一定要找到贝拉 证实自己之前所说非虚 而自己能联系到贝拉的方式 只有在城镇的列车站等 因为他们在第一次通过电视见面时 清楚地看到 贝拉身后的纸箱子里 有一个车站的标志牌 今年雷约 尼克从未放弃 从一个孩子成长为莱拉探长 贝拉终于出现在她的视线里 那个时候的贝拉 其实并不认识尼克 因为她是属于特殊平行空间的贝拉 只是尼克的别有用心等待 让两个本不该有关联的人 在某个时间点产生了交集 但尼克并没有告知贝拉安赫尔的事情 他默默地守护着贝拉 两人健身情愫 终于走在一起 这样幸福安稳的日子 让尼克不打算再为自己辩解 甚而放弃验证故事的真实性 若非平行世界里 另一个贝拉穿越到此 尼克甚至可以永远 以莱拉探长的身份活下去 可是眼前的贝拉 并不是那个与她相爱的贝拉 这个贝拉更爱的是自己的女儿丽亚 但在这个平行空间 丽亚是不存在的 她纵身跃下高楼 跌落在下方的车上 选择了自杀 这让尼克不得不再次开启时空通道 她取出旧电视和摄影机 开启电源 和以前守在电视机前的自己对话 这里电影中并没有说具体的内容 但根据剧情发展 我们大致可以猜测 尼克开启时空通道后 告诫过去的自己 不要去等待贝拉 因为在第一平行空间 是奥托坐在贝拉对面 通过奥托 贝拉认识了戴维 而在特殊平行空间里 尼克坐在了贝拉对面 占据了奥托的位置 导致命运轨迹 再次发生了变化 如今 尼克只有再次改变命运轨迹 才能让贝拉获救 时间逆转 贝拉回到穿越的起点 清晨阳光明媚 她从床上睁开眼 仿若刚从睡梦中醒来 身边是熟睡的戴维 隔壁睡着 她可爱的小女儿丽亚 生活恢复平静安稳的模样 贝拉到屠宰场内 挖出魏斯的尸体 并抱了紧 莱拉探长走到贝拉身后 询问她 是怎么知道死者是谁的 贝拉笑着转身看她 她说 她知道尼克会来 她在等她 至此 所有人的命运轨迹 又进入了全新的平行空间 好了 本期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